来 我们继续 我想把刚才 那个小时提的东西我稍微再做一个 重点的整理一下 观念上的整理一下 政府的预算 这讲什么东西 税入税出 谢谢 这样子就可以 这样子有效吗 比较不爱睡就对了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我知道 反正政府的财政预算 讲的就是收入支出跟钱不够的时候 比较快去总结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刚才有讲了几个特种的东西 这张表很有意思啊 特种基金 特种基金 简单讲就是所谓的国营事业 简单讲是这样子 国营事业 我刚刚有讲过特种 用特别的计算方式 去编预算的就叫做特种基金 然后里面还分有赚钱的 有赚钱的目的 一个是一种是比较不是为了赚钱的 像健保这不一定是为了赚钱 其实他是 他是花钱花很多的 然后这种这个表 是所谓的营业部分 也就是说是所谓的特种基金 里面的营业基金 也就是说会赚钱的 当然也有可能亏钱 这里面看得到 大部分都是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什么中油台电 里面有个特点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叫做什么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他要赚钱 所以他都是按照公司法来设的 这个是他的特点之一 可是这里面有一家 奇怪的公司叫做中央银行 第一家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现在总裁是谁啊 没办啊 大家都知道啊 他是好多A的总裁 钱都他一 哎 其实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多了 这个课其实要讲四个小时 不然中央银行 这个事情是蛮有趣的 他印钞票 这边看到了中央银行编的是叫做 附属单位预算 或者是叫做特种基金 有特种基金里面的银业基金 中央造币厂 他可能是用什么基金 猜猜看 刚才有人讲要印钞票 钞票是中央造币厂在做的 他的标准答案是 叫做附属单位预算的分预算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因为刚好有朋友提到说 央银行的印钞票 我就突然想到那个中央造币厂 那个没有错 他底下有好多好多单位 那是属于 那个是中央银行 再下一层的的单位了 你要独立成为一个预算的单位 像他编的是叫做特种基金 或者是说附属单位预算 这些公司除了依公司法设立之外 还有一个重点 这些这些单位 通通都都有官房自己可以行文 用他自己代表 中央造币厂应该是不行的 他不行用中央造币厂的名义 发文给行政院 给什么台电应该是不行的 他都要透过中央银行再发出去 所以 为什么刚刚讲 乐乐等和是什么什么某某分预算 因为他自己不可以 不是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可以 自己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发文单位 好 中央银行他 他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有限公司 可是他是他是 他是营业基金 因为他会赚钱赚蛮多钱的 这就是这样 因为他赚很多钱 所以 澎湃南才会有很多A 他每一年缴户还缴了不少 因为台湾的外汇存底还蛮多的 很多各种利息 反正各式各样的 他钱是蛮多的 所以这个地方央行是一个很特殊的 单位 我们在讲 GDP GMP的时候 我们都是讲政府 政府 其实真正一个政府 在做事 推动所谓推动政务 是两个 应该是说有两个 两条线 两个箭头 最近看那个 FIFA 那个什么 足球 他说那几个箭头 往前跑的那个 政府 政府 一个政府 他的两个箭头是什么 一个单位叫做行政院 一个单位就叫做中央银行 虽然这个预算 他为什么他会编在 我是觉得蛮怪的 可是没办法 因为他赚钱 他编在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跟行政院 是完完全全平行的 他有特别的法律规定 所以他做任何的中央银行的决策 是基本上不受行政院去规范的 也就是说他不用去 澎淮南不用去听行政院长的话的 不用的 他是自己可以做决定 他决定什么东西 中央银行决定什么东西 决定我们台湾的利率要高要低 我们的钞票要印多一点 印少一点 他可不可以 他能不能高兴说印多就印多 印少就印少 其实也不行 他的任务是说要让你台湾的金融环境 金融环境就是比如说利率物价 都要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让你的经济成长 让你的经济发展能够稳定的成长 我们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经济成长率是GDP算的 然后我有特别提了一下 用实质GDP 虽然我没有多做解释 实质怎么来 就是因为 就是要从一般的GDP扣掉物价上涨 才会得到 不过这个已经是题外话了 我只是说 一个国家里面只要是跟利率 匯率跟钱有关的 那都是央行的职责 所以他的责任其实跟行政院是一样大 只是说各位可能很少看到 央行总裁在立法院 就是说很多立委指着他要骂来骂去的 跟一般的官员一样 没有 少之又少 因为所以他可以单独行使他的职权 不用去受立法委员 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 这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有可以做到独立的决策 才有机会可以做到所谓的好 不然如果像应该有非常多年 从来没有人去称赞过 我们的行政院长说做得好的 应该数十年来 我看应该是没有了吧 太难了太难了 因为公公婆婆那么多 怎么可能会做得好 这是他的宿命 我的感觉是这样 困难 真的是困难 但是央行中央银行就相对的 比较容易一点相对 好 预算的流程 第一关 就是说 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定义 大概去算一下 那基准怎么来 编预算的时候 从行政院先要去定一个所谓的 明年的国家的施政方针 行政院要先定出施政方针 发给底下的各个单位 各个单位按照这个最高指导原则 来编他的概算 好 那行政院的施政方针怎么来 他也不是凭空编出来的 他也是由各个单位提供的数据 来决定明年 施政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 好了 那这一些所谓各个单位 提供的数据 那有哪些单位 这是法律上有规定 就是这一页里面讲的这一堆 主机总处 金建会 现在叫国发会 省计部 财政部 这些机关 他要提供资料给行政院 那这些资料的用途 其实不外乎要看去年的表现 整个国家整体的表现 在去年是好还是不好 他的目的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是这个所谓的国民幸福指数 变动趋势 什么叫做国民幸福指数 还真的有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是国际上就在用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用 他 我们当然可以去问说 就好像电视新闻看到 你可以去问 随便问一个人说 你觉得你幸福吗 我幸福 我不幸福 这样 这种主观的感受 主观的民调 可以啦 也算是一种参考资料 但是 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政府来讲 光看这种主观的 不够 不够 要靠这种去订 市政方针 完蛋了 所以 国际间就有这种 所谓的国际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的编制 这个在台湾其实 曝光度不是很高 不常被 那个新闻媒体拿来用 但是 各位知道一下就好 就说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里面 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 幸福 举个例子 我们最直接讲 有钱那样就比较幸福 相对啦 但是不是有钱 不一定可以买到所有东西啊 那好 那到底用怎么来认定 什么叫做幸福 那个叫做 多放几天假算不算幸福 小确幸算不算幸福 我们看国际指标 我挑一个给大家看 什么 无基本卫生设备的比例 住宅无室内冲水马桶之人口百分比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家是有冲水马桶的 不好意思 那你就是幸福啦 他 对啊 他的反面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球上 可能有很多人 很多家庭 是连这个基本的东西 可能都 没有的 所以国际上 这不是我们台湾自己编的 就是说 真的是有这么样 即使是用这个最简单的 这个东西来看 就算是一种幸福 然后 其他当然是收入啦 教育啦 这种你越多当然是 叫做幸福嘛 然后我刚刚讲的 你休假 多放几天假算不算幸福 算耶 他说受雇者工时 过长的比例 这就不幸福嘛 所以你休假的多一点 这个幸福程度就高一点 自安啦 这有主观的幸福 或这只是其中理想 年龄啦 年龄然后健康 你如果年纪够大 那你还要有健康 那这样才叫做幸福 你如果年纪大 但是如果身体没有那么健康 那其实那种幸福感是不够的 然后我们台湾的幸福程度 到底在国际间怎么样 其实看一看还好耶 第几名了 十九名 这个OECD OECD是指全球 全球经济已开发国家的一个组织 他这些国家都是 算是经济发达的国家 我们在这个里面 如果把我们放进去 排在十九名 已经算不错了 我们比什么 比韩国 好像比日本都还好一点 所以已经算不错了 虽然我们笔上不足 但是笔下还余了不少 行政院拿到底下单位给他的数据 去说要编施政方针 他什么时候编完施政方针 三月底每一年的三月底 我刚讲的预算是一年编一次 那每一年的三月底 行政院就要把施政方针给定出来 然后他施政方针定出来的同时 行政院还会去定一些预算的编制办法 因为要给底下的各个单位去做遵循的 要去编概算 大概要算一下 然后编完了会整 层层再往上送 就会变成总预算案 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总预算 就送到 那个立法院 什么时候送去 会计年度开始四个月前 也就是八月底 我们的会计年度是 开始是一月一号 那四个月前 也就是八月底前要送立法院审议 所以今年现在是七月 所以下个月底前 我们的那个明年度的总预算 会由行政院要送到立法院 到时候各位又一定每天都会看到 这个立法院审议算的那个 每年都会重复的那个场景 这个是一个流程 各个单位先提供参考资料给行政院 他要定施政方针 施政方针然后行政院就会定 预算的原则 编预算的办法跟原则 然后 最后 最后会诊 会诊变成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送到立法院 送立法院审议 预算的限制 简单一句话 就是一切依法 你如果预算没别人的通通不能花 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经常性的收入只能 致印经常性的支出 那 资本们 就 资本收入只能应付资本支出 大概就是这个原则 只要法律没有定的 通通不准 原则上都是不准的 即使你要借 借钱 要去筹钱 预算没有编好 没有编 当初省预算的时候 没有说你可以去借这个钱 那也不能借 简单讲 通通要依法 依预算 立法院审过的来做动作 来做支出 好 刚才有提到一个很奇怪的名词 叫做 附属单位预算是分预算 这个 这一页我把它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 我们拿 一个控股公司来说好了 总管理处控股公司 比如说某某金控这样也可以 一个金控 一个金控底下可能会有 不同的公司 比如说 金控底下可能会有银行 有保险 有证券 这是他的子公司 然后子公司底下有孙公司 我们就拿这个三层来讲就可以了 金控 最上层 再来各个子公司 再来有他的孙公司 金控编的预算就叫做总预算 子公司编的就叫做单位预算 孙公司编的就叫做单位预算 大概是这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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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叫做附属单位 就是刚刚讲的特别的特种的 不同的记账方式 外面逃生的一種 也不能說 應該都要法律 不能說逃生 就是他另外再去投資出來的 那種就叫做 叫做附屬單位預算 那他自己 如果這叫做小三 那麼這就是 小三的小孩 不過這比喻不太好 不過大致上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說你從一個 經控的角度 最上層就是總預算 然後底下的子公司 是他的單位預算 他底下還會有孫公司 那就是單位預算的分預算 那旁邊 旁邊的 旁邊的是附屬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就是國營事業 剛才有提到中央銀行的那一頁 這是附屬單位預算 就是很多都是政府 你覺得好像政府要跟老百姓搶錢 那種設出來的一些公司 所以為什麼所謂的民營化 就道理就在這裡 就是說你照理講政府是 要替老百姓輕利嘛 你幹嘛要跟人家爭利呢 你開一大堆一大堆國營事業 那規模又那麼大 那老百姓就不能做這種生意 預算在立法院的時候 這個也是重點 這個跟政治的體制是有關係的 他說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的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他的意思就是說 立法院把預算案送來 行政院把預算案送到立法院的時候 立法委員在審的時候 他不可以針對你的什麼支出 立法委員不可以要求把這個數字改提高 把支出提高是不準的 不行的 降低可以 就是砍是可以的 立法委員砍預算是天經地義 但是你要增加預算支出是不行的 這一條不好意思是定在憲法 所以這個位階非常的高 憲法定的說你立法委員是不可以 把那個預算支出提高的是不行的 好 這裡面就有兩種爭議 以前曾經出現過爭議 那時候陳水扁還在當 還在立法委員的時候 就曾經有一個爭議 就是說立法委員想要幫公務員 加年終獎金 所以要跟他加一個半月吧 還是怎麼樣 然後呢 他 立法委員當然知道憲法有這樣規定 所以他不是直接說要去改那個預算數字 不是 他是請行政院說你回去 麻煩你回去把這個數字 你回去改 不是我立法委員改 麻煩行政院回去改 他建議行政院回去改 結果這個案還弄到申請釋憲 結論是不行還是不行 理由是什麼這樣子 我把這個 因為這個跟國家的那個 那個行政權跟立法權中間的這個 這個制衡關係 是直接相關的 認為說立法院應該有這個權利 來做這個事情的講法是說 我立法委員是民意代表 我代表的是直接的民意 那既然代表直接民意 我當然你的財政的收根支 我應該都要可以來做 某種程度的決定 這樣才叫做 我是代表最高的民意 這個是贊成者說法是這樣 反對者或者是說 為什麼憲法這樣定 他的目的其實是說 怕浪費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民意代表很容易受到 選民的請托 或者是要求 這邊要加 這邊要加 他不會減的 都是要加支出的 那這樣就會很容易造成 你政府這個支出的浪費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也很重要 兩個重點 但是很不好意思 這兩個都不會考 都在題目裡面沒有 但是我認為很重要 所以我要補充 就是說 因為這跟立法權 跟行政權是有關係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早早有提過 你政府要做事情 就要有錢 所以你要提市政計畫 剛講的你要從市政方針開始 好 你的預算代表你行政單位 你想要明年我要做什麼事 我要怎麼樣推動我這個國家 我要怎麼讓他走 所以成敗也就是我行政院來負責 我按照我的計畫來走 然後成敗我負責 就行政院來負責 如果允許立法委員可以這樣做的話 那好了到底如果做失敗了 這個責任誰要擔 權責會變成不分 你做這個施政 你把這個計畫做下去 這是立法院決定說要增加多少 增加多少 我行政院本來也沒說要這樣做 那好啦如果做不好了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說行政院長下臺 可以說行政院總辭 那你不能叫立法委員 這沒有 所以理由就在這裡啦 就是說那種權責的關係 你有這個 那個權利去決定 我要怎麼做這個 那個國家我要怎麼走 那好責任就他來擔 那立法那個立法院就 立法委員就不必去插這個手 所以兩派的意見大概是這個樣子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維持 立法院基本上是不可以增加支出的 但是立法委員他可以 獨立去另外立一個法 來做支出這是可以的 但是就慢了嘛 其實那個已經就很麻煩了 立法的過程就很囉嗦了 這就是所謂的 剛才有講到經費 有個叫做什麼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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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經費啊 就大概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我立法委員另外再去立一個法 我來做一個支出 這是可以的這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程序 已經跟預算已經不相干了 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現在談的是預算 是立法委員是不可以 去增加他的那個那個 預算的支出的 那他省的過程就看他是普通基金的還是特種基金的 大概他有的審議的重點啦 這個我覺得重要性不是那麼的高 特種基金你應該注重什麼東西 剛前面的普通基金應該注重什麼東西 好總預算他說 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 並於會計年度開始 15日前由總統公布之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年的預算案要在什麼 立法院要什麼時候過關要在11月底以前 要過關 剛剛講是8月底要送到立法院嘛 所以他會神神神神神神到11月底 他要議決 然後12月15號16號 總統要公布 正常的流程是這樣 公布出來大家就可以做事了 這頁跟剛剛那個差不多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不是按照剛剛的流程怎麼辦 如果立法委員在審議的時候 經常碰到霸審 我的預算我不審了 那怎麼辦 政府會不會倒台 沒錢呢 會不會倒台 剛講的政府的支出 通通一定要依法 沒有法 不可以花這個錢的 所以我們在法律上 也有規定說 如果立法院沒有按照 剛才講的那個時程 把它議決完畢的話 那麼該怎麼辦 好 這個 原則是這樣子啦 收入 就看去年實際收多少 那我們 雖然 今年的法案還沒過 那我們就 按照去年實收的數量 數字 我們就按照那樣先走 這是收入部分 支出呢 支出的原則是什麼 你只要 新增加了支出 通通不準 都先不要動 然後原來已經有了支出 繼續走 或者是用去年的 實際的支出的數字 就是先暫時用 暫時走 這就是說如果 如果 立法院 沒有按照既定的時程 去議決那個預算案的話 那麼補救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 收入 按照 去年 實際的 支出 只要新支出都先 都先凍結 新支出都不算 都不行 但是既有的支出 就看一樣 按照實際的 過去的十支數字 先用 如果立法院 剛講立法院 雖然不可以 增加那個支出 但是 他如果砍的 砍支出砍太多了 砍到多到什麼程度了 多到立法院說 不好意思 你這樣子 我就沒辦法做事了 我們剛講 剛才講過說 權責 那個行政院提這個 提這個預算 他必須要為這個 預算負責 因為他去執行 那問題是 如果被立法院 砍了太多 他覺得 行政院覺得說 我實在做不下去 那該怎麼辦 法律的規定是這樣子 如果行政院認為有 自愛難刑的時候 要先經過總統 何可啦 就是總統點頭說 好 你可以做下面的動作 什麼動作 送回去 移請立法院做覆議 如果行政院覺得 立法院砍了我太多的預算 我沒有辦法做事了 那補救動作 可以經過總統合可之後 拿回去請立法院 覆議 那立法院 收到這個覆議案 他必須要在15內做成決議 那如果覆議案預期 覆定是15日 如果15天之內 立法院 還是沒有 每天還是 就是 主席台都被站著 沒辦法議決 那怎麼辦 過了15天怎麼辦 那照法律的規定是說 我記得這個好像也是定在憲法裡面 就是說如果他覆議案預期未議決 原決議失效 也就是說原來被立法院砍的 不好意思不算 又可以恢復 所以立法院他不會 他不會去預期 除非他真的想要讓他過關 他一定會 這個是後來好像是修改 我記得好像是憲法的修正條文之後 才變成 他有這個強制的規定 那如果全體立法院二分之一以上 維持原案 那不好意思 行政院你就得要接受這個 預算案 等於說你方案不成 那你就必須要在這個範圍裡面做事 沒有辦法 這個是立法院審核完回到行政院 那行政院來 接下來就是執行 那執行 我們一下就要跳到完畢的時候囉 過了一年了 其實是結束後四個月來 就是隔了一年的四個月內 還有所謂的決算 預算編完了 審核過了 也執行完畢了 還要做一個決算的動作 那決算的過程 大概是決算是怎麼樣 決算是也一樣喔 決算其實跟那個 預算開始編的時候有點類似 他也是各個單位 先把那個決算的數字 一直邊邊邊會整上來到最後 行政院做了會整之後 他會送到哪裡 送到 監察院的那個叫做 叫做 監察院的那叫什麼單位 主計不是那叫什麼 審計部 審計部他會送到監察院的審計部 所以你預算執行完畢之後 行政院要把最後決算的結果 要送到審計部 監察院裡面的審計部 然後呢 審計部跟行政院的相關人員 還要去立法院跟立法委員報告 這個決算的 也就是預算的執行的情況 這個就是整個的過程 是這樣 這邊講的是說 預算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除了有所謂的人算不如天算的情況之外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說你算到了 但是一邊多算一邊少算 這邊講的是說你這種情況的時候該怎麼辦 按照法律的規定 你只要是大的所謂的正事別 預算大科目什麼叫大科目正事別 也就是比如說國防支出 經建支出 教科文支出 這一種 不可以挪來挪去 這種是不准挪來挪去的 所謂的流用 不允許 但是同一個計劃案裡面的是準的 比如說同一個計劃案裡面 比較小的這個範圍裡面 你本來要去買辦公用具的錢多出來了 那我另外一邊有個某某什麼裝潢費用 少了不夠了 同一個案子裡面這個是可以挪的 當然它有它的限制挪進挪出 都有一個比例上的限制 而且你不管怎麼挪 雖然它有點彈性可以讓你挪 規定是不允許挪到用人經費 你不管怎麼樣留用 但是不得留用為用人經費 因為政府機關的用人 它有另外一套制度 不是說你有錢就可以用一個人 不太一樣 因為政府的文官制度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另外 重大工程如果 如果超過四年會動用預算 那麼這個預算就可以重新審查 就已經不算了 也就拖太久了 都沒有真的去動 四年都沒有動 那就重新可以重新審查 稍早我提了一下 所謂的不時之需 或者是說人算不如天算的部分 有三種彌補方式 前面講過的是叫做 叫做什麼 預備金 第一種最簡單的彌補方式 就是用預備金 預備金而且是規定只可以 按照規定本來就是應該編的 然後這個預備金 在動用的時候是比較簡單的 它只要主管機關核准就可以了 剛才有提過預備金 還分第一預備金跟第二預備金 基本上它要動用 比較簡單 不需要按照什麼法律規定什麼 沒有它就是主管機關核准 大概就可以動用這個預備金 這是應急方法一 那不過剛才講的 就是因為它比較容易自用 所以實務上它通常會變成 各級政府首長的小金庫 就是從第一預備金第二預備金來的 主要是第一預備金 這個如果你有機會你注意一下 偶爾就會出現這種新聞 這種第一預備金容易會變成 因為它支用比較簡單 好那是一種 再來最佳預算 這是第二種 你要應付不時之需的時候的 第二種方法 那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最佳預算 基本上 它的原因都是因為依法律 依法律 依法律 或者是因為這種重大事故 超過法定預算 簡單講 這種你要追加 把原來的預算 追加預算就是把原來的預算擴大 把原來的預算數字把它變大 它通通都是要依法律 依法律依法律 或者是 已經是重大事故 就是計畫趕不上變化了 重大的事故 不過主要才是依法律依法律 才能夠追加預算 概念上的重點在這裡 都是因為法律幹什麼 要你做什麼 那你錢不夠 雖然都是錢不夠 但是這個是因為法律的因素造成的 你就可以辦追加預算 第三種方法 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真的就是 人算不如天算 計畫趕不上變化 這個因為都是緊急的 重大的變故 只有這種情況 才有可能去編所謂的 特別預算 這個是跟原來的總預算 其實已經沒有關係了 是獨立出來的 剛追加預算 是你在你原來的總預算 再把它加大 但是它都是要依法律依法律 來做什麼事情 這個跟總預算其實不太一樣 已經不在那個總預算裡面了 它是因為發生天災地變了 就才可以 像什麼我記得消費券是不是也是 消費券也算天災地變 重大經濟事故了 淹水嘛這個颱風 所以有三種防止 就預備這種不時之需的方式 但是三種的這個 方便的程度跟時機都不太一樣 好 其實預算的流程 差不多高個小段落 我們現在來看 收入支出再來就是 借錢嘛 在借債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債務負擔到底 情況如何 這邊一樣 政府的債務負擔怎麼衡量 一樣是佔GDP 佔GDP的百分比 用這個方式來衡量 我們大概注意一下這個數字就行 現在各級政府債務的未償還余額 累積的未償還余額佔 佔當年度GDP大概在40 佔前三年GDP的平均數 大概是42 43 這是我們現在未償還債務余額的 一個負擔 這是各級政府加起來的 那這樣高還是低 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直覺上我們的債很重 為什麼很重 因為一直赤字嘛 當然就很重 直覺是這樣 那我們跟國際比比看看 這邊 這是只有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佔 未償還余額佔GDP的比重 35.5 台灣的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其實除了韓國以外 韓國這還舊資料 因為我相信他這幾年 應該會再提高 跟國際比起來 好像沒那麼重 那為什麼我們都會覺得好重 這裡面有個竅門 你只要 要讓我們覺得 怎麼講 不好的話怎麼辦 就跟自己過去比 台灣你只要跟過去比都不好 現在都不好 相對啦 那你要變成 怎麼樣可以 讓自己覺得好一點 你只要跟國際比 你只要跟國際比奇怪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幸福指數 我們也不錯啊 這個債務負擔 看起來也還可以啊 你只要跟國際比 我們都還不錯 不過數字告訴我們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當我們在看一件事情 或者說你發生一個新聞事件的時候 到底我們以一個國家的角度來看 台灣到底好還不好 那就注意一下 他是跟什麼比 如果他跟台灣過去比 沒有一樣比的好的 通常大概都是很糟糕 但是你跟國際比 其實都還可以接受 沒那麼糟 那所以我們要關心的重點 除了了解這個比較基礎不一樣之外 重點是在於說 他這個好跟不好裡面的構成 比如說我們說 我們跟台灣跟過去一比都很糟糕啊 那為什麼會糟糕 其實我剛剛有提過了 我們待會兒還要再重複一下 債務中我們一個人現在身上背的中央政府的債 一個人平均24萬 這是到四月的資料 一個人背24萬 然後這個是過去來講 我剛剛講的 你只要跟過去比 我們都越來越糟 一定是這樣 將來可能會越來越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赤字越來越大 好 這個是絕對數字 絕對數字比較 看起來比較沒意思 因為 跟我剛剛講的結論差不多 就是你要跟 讓台灣覺得好一點的時候 你就跟國際比 剛才我們有看到一個數字是百分之四十 四十二點九 就是中央政府未償還的債務以為佔GDP的比重 那個 那個重不重是有法律規定的 那個比重到底能夠到多少 是有法律規定的 各級政府 各級政府把它加起來 一年一年以上的公共債務償還餘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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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額績不得超過前三年度名牧GDP 平均數百分之五十 我們剛才看那個數字大概是在百分之四十二點九 四十四十左右 三級政府加起來的話是四十 剛剛那個表示三級政府 對對對 一個是 如果是 佔前三年度 那個GDP的比重的話 現在是四十二點九 那我們的法律規定是最高能夠到百分之五十 所以中間還有一個差距 然後這個百分之五十 並不是中央政府全部都拿去借錢的 它其實還有分 因為政府有好幾級 中央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它各個比重還不一樣 雖然加起來是百分之五十 可是各個地方各級政府邊的 那個比重是不同的 然後那個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它還有額外的限制 它所借的一年期一年以上的公共債務未償還餘額 在各政府的那個支出 特別預算催出總額的比率 各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 就是縣市政府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 那鄉鎮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 所以它限制還蠻多的 這個是自償性 這個不管 好 上面的這個條件 都是指我歷年借的錢還沒還的 歷年來累計還沒有償還的 這個債的餘額 債無GDP的比重 有法律規定限制 那聰明的人就想說 那我每一年都去借新的債 去還舊債就好了 不好意思 我們的法律也有限制 你要去借新債去還舊債 有規定 每年度的舉債額度 不得超過總預算及 特別預算稅出總額的百分之五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一支借那個舊債 去還那個新債 那就跳到那個惡心循環裡面去 這個是今天的最後一段 一段 租稅負擔 我再把今天到目前為止的重點 收入主要是來自租稅 百分之七 七成五左右 都來自租稅 好 那租稅就是有重不重的問題 支出 主要都跑到社會福利去了 我們的預算赤字 千億的 一年比一年糟 然後所以每一年都得要去借很多的公債 那借錢就會有債務負擔的問題 債務負擔高不高 然後它的限制是什麼 那這就是整個今天 現在以前我們討論的這些重點 或者是說主要的架構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塊 我們的收入負擔 租稅的負擔 租稅 繳稅大家都不喜歡嘛對不對 有沒有人喜歡說我繳稅我好高興的 應該不會吧 繳稅有個重點 我們喜歡罵政府說 那個政府彎彎稅嘛 其實我們是不是有彎彎稅 有啦 真的還蠻多的啦 是公看這個稅務這麼多 我在這邊想跟各位報告一個觀念 就是說政府如果沒有錢 他就不能做事 然後他的錢又來自稅收嘛 剛才有一直講 我們與台灣政府主要的稅入 稅入來源是稅收 那你如果你不稅收不夠 或者是說我們稅少一點 那是不是他的做的事情就會少 那你做的事情少 那你又要怪政府的施政不好 所以中間就會有這種矛盾的現象出來 然後裡面有一個真正的關鍵 我們今天都沒有辦法談到 就是說他那個支出到底是不是有真正的浪費 真正的效率 人謀不張 你預算是不是真的浮爛 編得太浮爛 花的不該花 這個喔 我們今天其實我們只是講一個大 就是怎麼講 大的預算的流程 我們沒有辦法去講到那麼細 那個其實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 至於 你說我們的 助稅負擔重不重 赤字大不大 其實我剛剛講了 那你高興看你用什麼比嘛 你跟自己比當然就不好嘛 你跟別人比還可以嘛 所以反而那並不是真正的問題的關鍵 租稅的負擔 租稅 課稅 我也要給各位一個觀念就是說 租所謂的萬萬稅絕對比一個稅要好很多 因為他為什麼要這麼多稅 就是要讓你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把稅給繳掉 然後讓政府可以做事 那我們來看這些稅務 注意看喔 他在什麼地方課你的稅 生老病死 我收薪水來的時候他會要繳什麼稅 綜合所得稅 開公司賺錢要繳 銀利事業所得稅 我財產很多要送人家 贈與稅死掉了 錢太多要遺產稅 我去Saver買個東西 有什麼稅你知道嗎 營業稅 然後我去買個車 貨物稅 一堆稅 他分散在你買個房子跟他們講了 住個房子我也要繳稅 買個股票也要繳稅 進口東西 酬緣喝酒 一堆的稅 那政府幹嘛這麼囉嗦這麼麻煩 還要跟人家罵 其實我剛剛講 他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繳得 不知不覺 為了要支應政府的支出 當然我們可以去討論說你花了不該花啦 你花太多 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我這邊要提的是他的 觀念的重點 不要人家講說政府 萬萬稅就不好 不一定好 那這個稅的細節我不要去談他 因為太細了 又來了 又來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了 我們住稅負擔高不高 一樣是占GDP的比重 12點多 又來了 跟國際一比 不好意思我們又很低 又來了 這個是 各個系的稅 系項的稅 我這邊也要提個觀念就好 我們會看到新聞報導說 我們的 所得分配啊 越來越糟糕 就是窮人很窮 然後這個 有錢的人很有錢 那個差距 差很大 租稅 裡面就隱含著 所謂的所得重分配的機制 在裡面 哪一種稅有 你只要看到他的 稅率有急劇的 越來越高的 只要是這種 這種稅 他的目的 你都是要希望把 你都是要希望把 希望把有錢人多客一點 然後把他移轉給比較貧窮的人 然後你所得收入少一點的人就相對少繳一點 你比較富有的人就多繳一點 你只要看到這種稅 他都是有這樣的目的 有看看這邊稅率 所得稅一定是有的 我記得有幾個稅都有這種 貨物稅沒有 特種貨物稅 這個特種貨物稅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奢侈稅 就是我要炫富一下 不行 要交稅 不是不行啦 可以 但是交完稅 你那個 好像房屋 是不是兩年還幾年移轉的話 就要交這個奢侈稅 然後那個車子 我記得好像是車子 小客車 對 那種他都稅率都還比較高 他還不止一個稅率 還不是單一個稅率 地價 地價 地價稅 也都是這種雷進急劇 你只要看到這種雷進的 都是這個概念 他的目的就是說 讓你比較有錢 你有 有錢人多繳一點 你錢比較少 少繳一點 大概是這個用意 這個東西 他就是為了要所謂的 改善所謂的貧富差距不均的 這個用意 這個用途的 房屋稅 我去唱個卡拉OK 教育樂稅 這個比較不重要 這個也不太重要 就是反正我們的稅收 就是所謂稅還是大宗 個人交的所謂稅跟公司交的營利事業所謂稅 好 這是最後一頁 我簡單的 剛才有提到中央銀行跟行政院 我認為中央銀行跟行政院 應該是 不是認為 本來就是平行的 只是說中央銀行的預算 竟然編在特種 奇怪的 那個小三角度 怪怪的 那個 為什麼這樣說 一個國家 你要讓經濟往前走 兩大方向 兩個箭頭 一個叫做財政政策 你知道政府用花錢 或者是說 所有花錢就是你可能去投資 建各式各樣的那種 那種大計畫 消費稅其實也算了 只要花錢的 那都叫做財政政策 誰來做 行政院 另外一種貨幣政策 影響利率 只要是做這種印鈔票 影響利率的事情的 那 它會影響到物價 物價重不重要 我們 新聞一天到晚 在告訴我們 物價一直漲一直漲 非漲 什麼都漲 萬物都漲 就是只有薪水不漲 那 他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物價漲 物價一漲的話 我們算成10值 我們剛講了 經濟成長率是用 10值的去算的 扣掉那個物價漲的因素 所以物價漲會多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相對就會低 那 那個物價的水平 誰來影響它 中央銀行 一個國家經濟的兩大箭頭 一個叫做財政政策 一個叫做貨幣政策 負責的單位 一個叫做行政院 一個叫做中央銀行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 他把預算編在那個地方 我都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太重要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報告 我希望說 各位能夠吸收到一點 這種預算或者是說 經濟指標的一些觀念 能夠有 將來也許你再看到 一些新聞事件 你就比較容易 做不一樣的判斷 比較不會說人家說什麼 人家說我們現在不好 就是不好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 你也許換一個角度 換一種思維 那可能結果就會不一樣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那麼就沒有浪費各位 這兩個辛苦的兩個小時 在這邊聽我做這個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王教授 我們再次的熱烈掌聲 謝謝他 謝謝 的確國家的預算 這些審查編列 就著我們目前現狀來講 是比較枯燥 所以因此在過程當中 我們會疼 眼睛這樣撞不住 稍快會這樣 所以我們是 這一個議級主管 當你在開會審查預算的時候 必須經過這個過程 所以我希望 那動不掉 動一動沒有關係好不好 因為畢竟還是要考試 所以呢 那去奧客 還要三個時 就這樣撞一下 不能好睡 因為這個 你看看我們上面那個攝影機 它是全面拍的 我看到後面看到有人這樣 那鏡頭很漂亮 還有人這樣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的 一級什麼 應該有這樣的風範跟態度 好不好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用我們熱烈的掌聲 再次大聲的鼓勵 給我們自己鼓勵一下 記得上次有人說 那個是像那個 康樂隊一樣還是什麼 沒有關係 因為人家打盾嘛 我們來 我說 蛋是 刀人 這樣好不好 好 北起來 蛋是 不是嗎 我說蛋是 你說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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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有沒有啦 舒服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休閑二十分鐘 十分鐘 然後我們再回到現場